天不胜我柳如烟 扎到万古如长夜 柳如烟提醒您 蹲坑别看容易腿麻 睡前别听容易伤心 正文开始 18岁那年 我辍学打工工柳如烟读书 他却在大学里找了个有钱人做男朋友 后来 我被一群小混混堵在废墟活活打死 几博促踩住我的手 屁腻地看着我 烟烟说你是她的人生污点 不好意思 作为她的男朋友 我有必要帮她抹去 我攥着那枚攒钱买来的戒指 死在了工地的废墟里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18岁 柳如烟在我旁边哭成了泪人 阿妍 我家里人不叫我去上学 你能帮帮我吗 我模糊着睁开眼 周身血液倒流回心脏 下一秒 我回到了18岁的时候 我拿着镰刀在地里割麦子 一旁的柳如烟眼泪就没停过 阿妍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手里的动作没有停顿 熟练地搁着一茬茬小麦 我和她是青梅竹马 从小在一起长大 我们两家条件都不算好 因此彼此颇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柳如烟有个在读初中的弟弟 农村的家庭大多重男轻女 柳如烟考上了一本 她爸妈也不愿意供她上学 我自幼丧父 我妈也早早改嫁 只剩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我的成绩不如柳如烟好 只够上个二本 所以上一世当柳如烟找到我时 我满眼心疼 别担心 我不上学了 去打工养你 上一世 我不顾奶奶的劝统 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 跟着村里的男人们去工地打工 我跟他们挤在十个人一辆的面包车里 凌晨四点起来 坐两个小时的车去城里的工地干活 下雨天躲在简陋的棚屋下吃盒饭 夏天被太阳晒到脱皮 童午的男人们打去道 这么小就跟着出来干活 你不怕到最后你那小女朋友跟着别人跑吗 我笑笑 熟练地扛起水 不会的 我一分一分地攒着 给柳如烟交齐了学费 又攒够了去看她的车票 火车上的盒饭太贵 我就从编织袋里摸出一个馒头 就着冷水吃下 见到柳如烟时 她穿着华丽 挽着几泊醋的胳膊从酒店里走出来 烟烟 我颤抖地喊道 柳如烟看到我时 先是诧异 紧接着是慌乱和嫌弃 你朋友吗 几泊醋问她 不是 我乡下的表哥 柳如烟不曾多看我一眼 跟着几泊醋上了车 不用管她 我们走吧 汽车及时而去 我的心口像是被人狠狠弯了一刀 我天真的以为 一定是自己没有足够能力 给她好的生活 她才会爱上别人 所以我更加拼命地赚钱 给柳如烟买了一枚戒指 却被几泊醋带人堵在废墟里 活活打死 烟烟说你是她的污点 我有必要帮她抹去 我攥着那枚带血的戒指 死在了工地的废墟里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 转身看向柳如烟 此时的她还是我最喜欢的模样 纯真 无助 像是在森林里迷路的小路 可以想到她以后会变成那副 冷血势力的模样 我就忍不住站立 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我一定不能重蹈覆车 烟烟 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帮不了你什么 柳如烟的眼神更加无助和绝望 萧妍 当初不是你说会想办法让我上学的吗 我和柳如烟像是携手 走在暴风雪里抱团取暖 她会帮我辅导功课 我会打零功贴补她犯费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柳如烟把我当成了她的垫脚石 在她攀上高枝以后 毫不犹豫地抛弃我 想到这些 我尚存的一丝测饮之心也被熄灭 对不起 柳如烟 我没有那个能力 我收好麦子 头也不回地走了 快走到家门口时 我听到了院内的争吵声 小妍可是你亲侄子 这钱你必须出 奶奶强硬地说道 她哪是学习的料 讨个二本有什么用 出来不还是去打工 二叔不屑道 要我说 还不如现在就去打工 早点挣钱讨个媳妇比什么都强 奶奶文言更生气了 音量又提高了几分 当年分家产的时候 你仗着老大走得早 把你老子留下的家产全抢走了 一点都没给小言溜 现在肖家好不容易出个大学生 你这个当叔叔的还不愿意出点钱 你对得起你大哥 对得起你爹吗 二叔悠在地点起烟 吊儿郎当地说 妈 人死了就死了 老体死人有什么劲 我推门走进院内 凌厉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二叔 大学生回来了 他言语讥讽 我拿着镰刀走过去 锋利的刀刃反着光 二叔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你干什么 他手里的烟头掉在地上 不停后退 滚出去 我冷冷地说道 二叔看了我一眼 亮亮呛呛着拖门而出 他妈的白眼狼 什么玩意儿 奶奶无助地坐下 奶奶没用啊 生了的你二叔这么没良心的东西 他捂着脸乌烟起来 你说你爸咋就走得这么早 我丢下镰刀 抱住瘦弱的他 奶奶 没事 学费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奶奶松开手 浑浊的眼里发出光 你愿意去上学了 上一试 我执拗地放弃录取资格 跑去打工挣钱 供柳如烟读书 把奶奶气坏了 躺在床上半个月下不来床 可这次 我不会这么傻了 嗯 我一定要上大学 我坚定地点点头 我打听过 镇上会给每年考上大学的 贫困生发放助学贷款 再把今年的麦子一卖 学费就凑得差不多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犹豫再三 最后还是跑到了柳如烟家 萧炎 柳如烟正在家里洗衣服 看到我后慌忙跑出来 你愿意供我上学了 他眼睛闪亮 萧炎 我缓缓开口 镇上会发助学贷款 你可以去申请 他眼里的光瞬间按了下来 也就是说 以后还要还 他问 对 但利息很低 可以慢慢还 他摇摇头 我爸妈不会同意的 而后他又抬起头 祈求的眼神看着我 萧炎 你能不能帮我申请 我看着他的眼睛 有过一丝的心软 不过很快就没了 我已经申请了 所以不能帮你申请 什么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不是说你不上大学的吗 对不起 我改主意了 柳如烟红着眼睛跑回屋里 萧炎 你就是个骗子 以后别来找我了 我没有说话 转身就走 其实 哪怕柳如烟说我们一起上大学 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攒学费 我都是愿意的 可他从始至终想的都是 要我放弃自己的未来 心甘情愿做他的垫脚石 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愚蠢 为了飘忽不定的感情牺牲掉自己 住学贷款下来 我第一时间交了学费 家里的麦子也都卖了出去 能抵一段时间的生活费 入学以后再找个兼职 生活费就不用愁了 我收拾着行李 一边把旧衣服塞进边织袋 一边按下决心 这一次 我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临走前一晚上 奶奶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白菜炖粉条 里面放了几片指甲盖搬大的肉 奶奶全都夹到我碗里 多吃点 你上学以后想再吃到奶奶的饭可就难了 我抬起碗扒着饭 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 睡觉前 奶奶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小铁盒 打开 里面全是零碎的纸币 她在微弱的灯光下认真数着 最后把钱全都塞给我 喏 奶奶不中用 只有这些了 到大学里该花就花 别让人家看不起 我鼻子一酸 把钱塞回去 奶奶 我可以去打零工的 你放心 我不缺钱 叫你拿就拿着 好好上学 打什么零工 她把钱塞给我 转身走进屋 赶紧睡吧 明早还要赶车呢 我捏着那几张钞票 心里不是滋味 奶奶平日里最是节俭 没有收入来源 二叔也从不给他钱 这些还不知道他长了多久 第二天早上 我跟奶奶告别 坐上了早上第一班车 柳如烟坐在车后 见我上车 他赌气般偏过头去 我并没在意 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坐下 那天 是我找到柳如烟的爸爸 让他供柳如烟上学的 起初那个凶巴巴的男人并不同意 可当我说出他跟隔壁村寡妇的苟且之事时 他彻底慌了 在农村这个艺人一口吐沫 就能淹死人的地方 一旦传出这种事 无异于要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口舌之中 更何况 柳如烟妈妈也是个凶悍的女人 她若知道了这事 肯定不会罢休 助学贷款可以慢慢还 柳如烟是块读书的料 你必须攻他 在我的威逼力右下 柳如烟爸爸同意了 柳如烟并不知道这事 只当是自己的爸妈终于想开了 却仍因之前的事怨着我 我帮柳如烟并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不忍心看到这样一个 努力的农村女孩被埋没掉吧 两个多小时的车场 我们两个一句话都没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 至于大学后他在做什么 都与我无关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直到入学后 我见到了那个人 那个我在看到他就忍不住发抖 那个待人把我活活打死在工地废墟里 把我踩在烂泥里的人 几伯促 大家好 我叫几伯促 平时喜欢K哥和飙车 摄影也有所涉猎 出众的外貌很快吸引了班上女生的注意 几伯促脸上是桀骜少年的得意与高傲 我本以为自己和柳如烟不在同一所大学 就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更不会跟几伯促有联系 却没想到 柳如烟跟几伯促压根就不是同一所学校的 难道我的人生已经板上钉钉了 我努力镇定下来 谋划着自己的出路 由于高考成绩不够好 我只能上这所二本学校的最末流专业 转专业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亦能彻底摆脱跟几伯促的同学关系 二是自己以后也好就业 于是我开始拼命学习 哪怕专业课我一点都不喜欢 我也要逼着自己学 同寝师的人对我嗤之以鼻 咱专业就那三个名额 多少人虎视眈眈着呢 自己傻水平还不知道吗 有那能力高考怎么不考好一点 室友躺在床上打游戏 见我背起书包 立马开始嘲讽 我没说话 抱着书走了 就算只要一个人 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我呢 没过多久 班上开始流传几伯促促和柳如烟谈恋爱的消息 听闻 柳如烟在KTV里打工 去K哥的几伯促对她一见钟情 几伯促用钱砸她 柳如烟几乎是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 这跟上一师的走向一模一样 柳如烟每天不上课 天天来找几伯促玩 在校园里 我遇到过他们几次 萧妍 柳如烟挽着几伯促的胳膊 在背后叫住我 我转身朝他俩点点头 继续往图书馆走 烟烟 你这个老乡 傲气十足啊 不过我赌他转专业肯定失败 几伯促轻烈地说 我没在意 只是加快了脚步 白天在图书馆学习 晚上还要去餐厅当服务员 一天24小时 我恨不得当成48小时来用 餐厅开在学校附近 来吃饭的人 有很多是同校同学 那晚几伯促带着柳如烟 和一群朋友来吃饭 见我端着菜上来 几伯促拉住我给大家介绍起来 大家看 这是我同班同学 也是烟烟的青梅竹马 看看人家多努力 我被众人围观着 桌上的人无准笑起来 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动物 几伯促从钱包里抽出两张钞票 诺 给你的小费 他递到半空 忽然扔到地上 我只感觉浑身燥热 却仍蹲下去默默捡起 谢谢 200块钱 是我半个多月的饭钱 老板在后厨催我 让我暂时躲过几伯促的刁难 身后爆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他们和我像是生活在不同的次元 幸运地拥有一切 然后肆意挥霍 但我没有 我只能靠自己 大一上学期结束 我考了专业第三 寒假回家时 我依旧是坐着大巴车回到村里 柳如烟却是被几拨粗铺的司机送回来的 他戴着墨镜 身上穿着昂贵华丽的服饰 身后跟着拎着大包小包的司机 萧妍 好久不见了 我背着巨大的编织带走过时 柳如烟对我说 脸上带着嘲讽的笑 柳如烟给他弟弟包了个大红包 还给他爸妈满了新衣服 柳如烟爸爸穿着他在村里到处先来 说自己闺女找了个金龟婿 过年的饭桌上 我坐在奶奶旁边 二叔又开始了他的说脚 萧妍 你看我们家小俊都挣了两年前了 明年就能讨媳妇了 你呢 萧妍是二叔的儿子 中专毕业后就进了厂 过年回家时给家里买了不少年糊 要我说 还不如现在退学算了 你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 我抬起头 缓缓开口 二叔 我期末考了我们专业的第三名 饭桌上有一瞬间的寄计 二叔愣了一下 随后说道 哼 那又咋了 我可听说你这个专业毕业 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更何况你是个二本 奶奶再也听不下去了 萧俊就是学习的料 他能考得上大学 二叔一下就不乐意了 妈 萧俊也是你的孙子 你怎么就这么偏心呢 奶奶也来劲了 你倒是替萧俊争了家产 小妍可什么都没有 这顿团圆饭已不欢而散收尾 奶奶拉着我的手安慰我 小妍 别听你二叔那个混蛋胡扯 你就是学习的料 奶奶相信你 我的小妍以后一定会有出戏的 奶奶粗力的手摸着我的头发 我含着泪拼命点头 大一下学期 有了奖学金和助学金 我的压力小了很多 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早晚都泡在图书馆 终于在第二学期期末 考了专业第一 大一学年的总成绩位列第二 只要通过面试 我就能拿到转专业的名额 面试前 我在走廊里练习 二十个候选人里 我一眼就看到了几波促 他创我意味不明的笑笑 我没多想 面试完出来后 我松了一口气 老师们问的问题不算难 我应该能被录取 最后的名单出来 我在图书馆的计算机室里 颤抖着点开文件 第一名 不是我 第二名 也不是我 第三名 几波促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焦急地向下滑动屏幕 却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我 后来我才知道 几波促早就靠着家里的关系 买通了面试的老师 故意给我打低分 然后给几波促高分 他的学业成绩不算好 却靠着宗策加分和面试高分 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名额 几波促一早就算计好了 我颓丧地走出图书馆 万念俱灰 哪怕重来一次 我依旧被几波促踩在脚下吗 我不甘心 四处打电话投诉 可得到的回复都是 考试公正公运 结果没有意义 我几乎是走投无路 整日躺在床上浑浑噩漏 几波促来我们宿舍完 谈起转专业的事 言语间尽是得意和对我的嘲讽 哎呀 你看我也不怎么学 就轻轻松松拿到了名额 倒是消炎 学得这么努力 连我看了都心疼 怎么老师把你刷下来了呢 我攥紧拳头 再也忍不住 跳下床和他撕打起来 我把几波促揍得鼻青脸肿 这件事引起了老师的重视 扬言要给我处分 我忽然就从这件事中明白了什么 忍气吞声从来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 只有触碰到别人的利益 把一滩水搅混 才会有人在意 我召集了本专业学习成绩 靠前的十几名同学 跟他们说了面试成绩造假的事 他们都参加了面试 跟我一样被刷了下来 听到成绩造假时 他们个个都一份填膺 我还以为是自己专业成绩不够好 没想到是有人暗箱操作 我们一拍集合 集体在网上发帖控诉 那时候微博正火爆 我们在微博上发帖 瞬间引起了不少人关注 有同样出身农村的网友指控面试不公正 有同校看不惯己博错的人跟风发帖骂他 整天开个机车在宿舍楼下装X 不知道被吵醒多少次了 就是啊 难道有钱就了不起吗 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 就活该被他踩在脚下吗 一时间热度飙升 甚至有人在学校扯着横幅为我们发声 学校也终于重视起来 最后 学校决定重新制定打分标准 更换面试老师 又组织了一次面试 而这次 我以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成功转入计算机器 几博错则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鄙视成绩垫底 周围的所有人好像一下就安静了 那些轻面 嘲讽 看不起 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 我拎着行李搬到计算机器的宿舍时 几博错和柳如烟在门口赌我 萧妍 你凭什么抢走几博错的名额 柳如烟上来拽着我的胳膊质问道 我感到好笑 反问他 那本来就是我的 你知不知道几博错的成绩 连进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柳如烟扯着我还想再说什么 几博错却无所谓地走过来劝他 算了 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计较的 他上下打量着我 语气不屑 毕竟 他也只能在这种事情上 跟我争一争 我没理他们 躺着行李走进了宿舍楼 转到计算机器后 我拿着攒下来的钱 买了一台最便宜的笔记本 转专业相当于是从大一开始的 也就是说 我还需要四年才能毕业 好在我对计算机还算感兴趣 学起来没那么痛苦 我大三耐年 几博错和柳如烟他们正好毕业 柳如烟陪着几博错来拍毕业照 明明是全班的合照 最后照的却像是他俩的结婚照 见到我时 柳如烟挽着几博错的胳膊一脸甜蜜 萧妍 我们两个毕业后就要结婚了 你毕业后能去哪呢 听说现在养猪挺挣钱的 要不你回村里去养猪吧 他笑着 笑声尖锐刺耳 我的脸上读不出喜怒 恭喜啊 提前叫你一声几太太 祝你们婚后幸福 柳如烟也希望你别后悔 柳如烟不明所以 冲我喊道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不会后悔 我自顾自走着 笑了笑 柳如烟还不知道 这四年心都在他身上了 科技博促愿意娶他 也着实令我感到意外 既然这样 救助他俩所死吧 大三代年 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人 他叫纪云 是纪教授的女人 那年刚考上清华的研究生 我跟着纪教授做课题 常常去他办公室 总是能遇到他 他热情开朗 每次都找我聊天 渐渐的 我们也熟悉起来 萧妍 有想过要考哪里的研究生吗 我摇摇头 不是没想过 只是学费太贵 纪云却说 像我们学校出来的毕业生 基本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如果能考个研究生 以后的工作绝对不止好一倍 我为难地说道 谢谢纪云姐 只是我家里条件不太好 我想早点工作 她跟我不是一路人 她有做教授的父亲 也算书香门第了 纪云却捧着脸坐下 笑嘻嘻地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其实 我高考考得不如你 我上的是个专科 大概是上专科的第二年 身边的女孩子 有很多辍学结婚的 回家生孩子的 我才忽然意识到 自己不能这样 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 我手里握着这么好的资源 我怎么能白白浪费掉 他们的人生或许身不由己 可我的人生路 却是握在自己手里的 我先是专生本 上了一所很普通的艺本 又夸专业考研 考了两年上的清华 说完 他亮着眼睛看着我 我则震惊不已 我本以为 他的人生会是一帆风顺的 气老头没跟你说过吧 当年他为了我学习的事 没少做我 可能时候不开窍啊 萧妍 可以资助你 可我也不是白资助的 条件嘛 等以后再说 他顽皮地笑起来 一点也不像个二十多岁的人 深思熟虑了几天之后 我找到他 纪云姐 我想清楚了 我要考研 他拍拍我的肩 这才对嘛 大胆往前走 让我看看你能走多远 还有 以后不许叫我姐 好像我多老一样 我点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耳根有些发疼 纪云帮我搜集了考研资料 纪教授知道后也大力支持我 无论是做课题还是发论文 他都尽量带着我 我一下就有了底气 没日没夜地学起来 英语不好 我就把单词书翻到卷边 数学不好 我就狂刷题 我没敢把目标定得太高 毕竟不是谁都能像 纪云那样逆袭到清华 只要能考到一个末流985 我就很知足了 过年回家时 饭桌上又谈起我毕业的事 得知我要考研究生后 二叔率先不乐意了 家里哪有钱 供你读研究生啊 你这个专业去县城上 找份工作不挺好的 真够自私的 也不想想你奶奶怎么办 他这么大年纪了 你让他过过好日子吗 我放下碗筷 定定地看着他 二叔 我上学没有花过你一分钱 我读不读研究生 也用不着你操心 还有 你是我奶奶的儿子 有让他过过好日子吗 冬天天冷 奶奶膝盖疼得快下不来床 二叔却不闻不问 他清扫院子时不小心摔倒 站不起来 躺在院子里几个小时 要不是邻居来借东西 还不知道奶奶 什么时候才会被人发现 二叔脸上挂不住 气得把筷子朝我脸上一丢 小星球 烦了你了 敢这么跟长辈说话 奶奶不在饭桌上 我也不想再人 站起来冲他吼道 要不是奶奶还在 我都不会叫你一声二叔 你这种人也配教育我 二叔抬手想打我 奶奶却忽然走了进来 好了 吃饱了就个回个家 大夫说我要进呀 二叔气哄哄的走了 奶奶把我叫到一边 小妍 你真要考研究生 我点了点头 奶奶 你放心 等我研究生一毕业 我一定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奶奶欣慰地摸着我的头 好孩子 你要是考上了 可就是咱村第一个研究生了 你爸知道了 在那边一定会高兴的 我点点头 心中的决定更加坚定 备考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多事 柳如烟和己博醋毕业后 迅速领证 不久就怀了孕 己博醋家里给他安排了工作 柳如烟则在家里 当起了家庭主妇 同学聚会时被无数人羡慕 听说这些事实 我感到有些悲哀 明明以柳如烟的智商 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的 可现在却因为做了家庭主妇 更被几家人瞧不起 每天都要看公婆的脸色 我摇摇头 继续趴在桌子上做题 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暑假我没有回家 待在学校专心备考 很快就到了12月份 研究生出事的日子 越临近考试 我心中就越惶惶不安 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挥之不缺 我在图书馆被政治冲刺体 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排解心中的不安 却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奶奶打过来的 接起来那边却是个陌生的声音 消炎是吧 你奶奶现在在医院 方便过来一趟吗 心中的不安终于在此时被无限放大 我没有犹豫 急忙坐车往医院吧 病床上的奶奶闭着眼 身上插着各种仪器 年轻人摔一跤倒没什么 可你奶奶年纪大了 再加上上次摔倒有旧伤 所以这次就更严重了 而后我才知道 在我这一年没回家的日子里 村里的人对我议论纷纷 有说我23岁还不结婚 是跟着女人跑吗 还有人说我大学毕业不找工作 是被骗取传销了 奶奶站在他们门口骂 长蛇妇 姓球 我家小妍是要考研究生的 他们走出来跟奶奶吵 就她 能考上的大学 就是你们家烧刀箱了 还研究生 不如研究研究啥时候娶媳妇呢 争执之下 奶奶被他们推了一把 摔到了后脑勺 我陪在奶奶床边 等她醒过来 医药费还差一些才能凑起 我拉下脸去求二叔 我在她家门前求了一天 她才终于愿意出点钱 推奶奶的那个人死都不承认 说是她年纪大了站不稳 自己摔的 我提着刀到她家去 她才慌忙扔下几张钞票打发我 姓球 你就是个姓球 还大学生呢 她说的没错 为了奶奶 为了给她讨个公道 我宁愿变成个疯子 我求纪云帮我准备好起诉的材料 准备告他们 纪云听说这件事后 二话没说帮我交齐了医药费 不是给你的哈 你以后挣了钱要还我 那研究生考试 你还参不参加了 我在电话里沉默良久 缓缓开口 奶奶不醒过来 我没有心思考试 纪云沉默了会 然后说 嗯 那就明年再考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一瞬间 我心底热乎乎的 在我孤立无援 全世界都不看好我的时候 只有纪云愿意帮我 奶奶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考试的第二天 她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 小妍 我有没有耽误你考试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强忍泪水 没有 可奶奶知道后 却死死拉住我 不行 你不能为了任何人 放弃自己的路 就算是奶奶也不行 我一把老骨头了 就快走到头了 你的路还长着呢 小妍 奶奶希望你好 我再也忍不住 她在她身边痛哭起来 第二年开春 奶奶出院 我开始了第二次备考 这次的目标 是清华 有了第一年的备考经验 第二年我顺利了很多 晚上我会去学校周边做家教 收入比当服务员要高很多 一年下来 把之前的贷款 和奶奶的医药费还得差不多 这次考试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走出考场时 继云拿着花在外面等我 恭喜你啊 准研究生 查出是成绩那天 我正和奶奶走亲戚 席上我掏出手机 忐忑地输入号码 哥 你在干嘛呢 萧骏凑到我跟前好奇地问 我在查考研的成绩 我平静地说着 手却忍不住发动 席上的人放下筷子 围到我身边 查询界面卡了好久 就在众人耐心快要散尽时 那些数字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 我寻着成绩栏 看向最下面的总分 397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个分数应该是稳了 才300多分 我记得你高考都考了400多分了 二叔大字不识 却最先说起来 书考研总分才500 跟高考不一样 上大学的表妹帮忙科普 那这个分数上的一本没问题了 我笑着点点头 不愿跟她多说什么 奶奶拍着我的肩 冲众人高兴地说 我就说小研肯定行 复试的时候 有个老师问我 你的本科是二本 你觉得你在其他学生中 有什么优势吗 跟我一起参加复试的 本科最差的都是一本 我神色不惧 冷静地说 不是所有人在义务教育阶段 都有同等的条件和机会 去跟别人竞争 我的本科是二本 此刻却依然和他们 站在同一气跑线上 依然有机会和各位老师 面对面交谈 我想这也说明了我的能力 倘若真要说我有什么优势 我想 努力和坚持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最后你录取名单出来 我是唯一一个本科 是二本学校的学生 清华的录取通知书 一路走来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奶奶 没有她 我走不到今天 镜头给向奶奶 她笑成了一朵花 我奶奶说 不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的路 我想也是这样的 每个人的路都是握在自己手里的 怎么走全看自己 我看向人群中的柳如烟 此时的她衣着 没有几年前那样华丽 甚至有些灰头土脸 结婚后 几博醋很快就厌烦了她 整天夜不归宿 被警察抓住时 几博醋正在床上 跟三个小姐私婚 增加的产业也早就开始衰落 没有好的后继人 为了熟她出来 公司几乎濒临破产 听说柳如烟也闹过离婚 可孩子是索 面子失恋 把她牢牢捆在几博醋身边 城里的房子被法院拍卖 她带着孩子回到了村里 对上我的眼神后 她尴尬地冲我笑笑 抱着孩子走了 记者走后 二叔拎着茶米油盐 笑呵呵地来我家 妈 小妍 恭喜啊 二叔看着我 拍拍我的肩 小妍真有出息啊 竟然考上了清华 这以后不得一年 挣个十几二十万 我咽气地挪开肩膀 奶奶把她拎来的东西 往外一扔 拿回去 用不着 我们小妍现在买得起这些东西 二叔尴尬地笑笑 妈 以前是我不对 但我也是为了小妍好啊 你说她要是考不上研究生 二十多岁还不结婚 不得被村里人笑话死 奶奶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小妍考上了 不需要你的好心 赶紧走 奶奶前脚刚把二叔撵出门 后脚就又有人上门 大娘 恭喜啊 你家小俊可真有出息 咱虽然没读过书 但也知道清华不是谁都考得上的 是啊 小妍可是咱村里第一个研究生呢 我看向他们 发现去年推倒我奶奶的人也在 奇怪得很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 这些人就换了副嘴脸 我走上前 她笑着后退一步 光顾着考试 把你给忘了 过几天你就会收到法院传票 去年的事没完 她的脸瞬间将主 迷茫地看着我 啥是传票 研究生开学后 纪云把她的导师推荐给我 就这样 我成了她的直系师弟 只是 我入学那一年 刚好是她毕业的那年 萧妍 你想我留在哪 我装作听不懂 认真分析道 纪老师想让你回老家 不过北京机会多 发展潜力大 看你怎么选择吧 我是问 你舍不舍得我走 她说 我红着脸摇摇头 不舍得 可我不想耽误你 她却敲了下我的头 什么但不耽误 老娘在北京拿了好几家大厂刀粉 得 那就听你的 我勉为其难留在北京吧 可最后纪云去哪家都没去 我问她是 她才神秘兮兮的开口 既然在北京 我当然是想闯翻大事业了 于是 纪云带着我开始创业 那时候海外的短视频平台兴起 我和纪云看到了国内的商机 便联合其他师兄师姐 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趁着短视频的风口 我们的公司发展迅速 很快就在老家的城市 开了一家分公司 我作为总负责人 去分公司招聘时 面试到了几波促 我看着她大片留白的简历 和面试的岗位 保安忽然意识到 曾经那个桀骜跋扈的小少爷 竟也有妥协的一天 再次见到我 她依然认得出我 萧妍 她张大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点头微笑 拿出公司老总的姿态 我们公司不会录用有过暗底的人 你请回吧 她明明纯 想说些什么 可最后还是默默离开 再次回村 我是带着纪云开着小轿车回去的 有不少人站在村口围观 远远望去 我看到了柳如烟 还没下车 我就主动牵起纪云的手 不是说让我假扮你女朋友吗 这才刚到村口 我笑了笑 我想假戏真做 可以吗 纪云少见的红了脸 紧紧攥住我的手 下车后 我主动走进柳如烟 好久不见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朋友 纪云大方地伸出手 笑着说 你好 没听笑颜提起过你了 柳如烟抱着孩子 艰难地伸出一只手 你好 她怀里的孩子突然哭起来 柳如烟把手抽离 不好意思 我得先回家了 改天见 我牵着纪云走进家 二叔比奶奶先走上前来 哎呀 小颜真是出息了呀 你都这么发达了 能不能也给你弟弟安排个活 说着她就把萧骏推到我面前 这几年厂子收益不好 连续降了好几次薪 听说还要裁员 我刚想拒绝 纪云就说 那就让萧骏来我们公司当保安吧 二叔撇撇嘴 不太乐意 当保安能挣几个钱 纪云笑笑 我们公司的保安月薪都是8000起的 二叔连忙摁着萧骏的头 傻孩子 赶紧跟你嫂子说谢谢 奶奶一把推开二叔 拉着纪云的手 哎呀 我们家小颜真是好福气 小姑娘长得咋这么好看呢 打算啥时候结婚呢 我走之前还能看到不 我刚想劝奶奶打住 纪云却先开了口 奶奶 明证局过年不开门 她笑着说 过完年我们就去领证 然后挑个日子办婚礼 您看怎么样 我不可置心地看着她 她的脸上满是得意 原来她才是那个假戏真做的人 如纪云说的那样 我们火速领证结婚 在北京买了房 把奶奶接过去住 可没住几天 奶奶就说大城市待不习惯 吵着要回去 于是我把村里的房子 好好修缮了一份 又把奶奶送了回去 我牵着纪云要走时 柳如烟在门口看着我 欲言又止 你等我一下 我跟她说两句话 我对纪云说 随后我走到柳如烟面前 有事吗 她明明存 萧妍 对不起 我前段时间才知道 当初是你劝我爸让我上学的 我坦然一笑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早就过去了 我转身要走 柳如烟忽然叫住我 萧妍 你曾问我后不后悔 我说我绝不后悔 可是我现在真的后悔了 萧妍 我总觉得我们之间不该是这样的 她说着 眼泪流了下来 是吗 我挑挑眉 可我不后悔 我转身离开 牵起纪云的手坐上车 她到底是谁啊 之前从没听你说过她 我满不在意的笑笑 看着后视镜里哭成泪人的柳如烟 很久之前的朋友爸 纪云向来善良 劝我道 看着挺可怜的 咱们能帮就帮一下吧 我握住她的手 我当初要是帮了她 或许现在就遇不到你了 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不是吗